为了让国小六年级的毕业生有一个特别的体验 今天下午在淡水区的天生国校举办天生好手毕业素营乐活动 校长表示其实今年是举办校园素营的第二年 因此在今天晚上更特别邀请到天生国小的毕业生有15位来担任小队府 共同来带领天生国小毕业班共84位的学生体验同军以及录营活动 今天下午在淡水天生国小校园里头突然多了好多顶的帐篷 其实这个是校方为了要让国小六年级的毕业生有一个特别的体验 举办天生好手毕业素营乐活动 而校长表示其实今年是举办校园露营的第二年 因此在今天晚上更特别邀请去年天生国小的毕业生 其中的15位来担任小队府 共同带领天生国小毕业班总共有84位的学生体验同军与录营活动 希望透过邀请去年的毕业生回来学校担任辅导员 能够带领学弟学妹们在这个树营活动当中能体验合作闯关 然后一起去面对各个关卡的困难 共同来解决的一个过程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可以让天生的小朋友 把他六年来所学的各项技能 以及跟同学们之间的合作把它表现出来 校长表示能够有机会和同学在毕业前在学校住一晚 对于所有的毕业生而言可是相当难得 学生透过搭帐篷体验还有晚上的分散闯关 萤火表演 烤肉 社区踏茶 训练团队合作 培养自主的学习力 而不少学生对于这项活动都认为能够与同学携手合作完成没有做过的事情 不只是难得更能够学习合作精神 嗯 还蛮好玩的 为什么啊 嗯 体验搭帐篷的感觉 嗯 很少搭过帐篷 很少搭过帐篷 那今天搭 你们觉得搭帐篷会很难吗 还好 还好喔 虽然很难 但是团队合作之后就不会很难 反而变得很简单 嗯 刚刚怎么搭起来的 呃 就是靠团队合作嘛 嗯 然后有的力气大的出力气 啊 那个有智慧的出智慧 觉得今天这样下午搭帐篷感觉好不好啊 好啊 嗯 同学跟同学之间很少可以一起出来 然后一起过夜 那今天很难得就是晚上可以一起过夜 然后一起玩 校方表示这一次的活动在两个月前召开多次的筹备会议 而校长说这一次共有17顶的帐篷 让孩子可以进行团队合作完成帐篷的搭建 虽然学校经费有限还好有在地企业 但雪滴一新用合作社的帮助 还有泰山企业提供早餐 让孩子可以在校园当中体验这个难得的活动 并且学习到独立感恩 虽然今年是举办的第二年 但校方更希望能够将这样子的活动精神传承下去 让往后的每一届毕业生都可以经历这特别的活动 今次在许多爱大学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